某山区的岳县有一个叫做荣栋的村庄 去年秋天的一天 荣栋村的村民吴太若 那77岁的老母亲因病去世了 吴太若是一个独生子 他父亲死得很早 母亲一人将他拉扯大 由于家境一直很穷 44岁的他到现在都没娶上媳妇 吴太若是一个孝子 他尽心尽力地在一个山丘旁 为死去的母亲精心地挑选一块风水宝地 准备将母亲的遗体埋葬在那里 可是他没想到 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个墓穴了 而且不是一般的墓穴 这天上午 吴太若独自一人为他王母 选好地方挖藏坑 他挖了半天 直到傍晚的时候 藏坑挖得次差不多了 当他正准备停下来的时候 手中的铁锹忽然触到一处 非常坚硬的东西 他用力戳了戳 就感觉像是一块石板 于是就使劲地 铲去上面的土层 土坑底下露出一块平平的石板 他想 这是天助我也 把老母亲的遗体 埋在这里一定是很不错的 可是他又一想 好是好 可是这地下怎么会有 如此平整的石板呢 莫非这下面埋着什么东西不是 想到这儿 他决定挖开看个清楚 就这样 他终于挖出了这块石板的一个边 这个边有五尺多长 两三寸厚 他寻思着这下面 莫不是一个古代的洞穴吧 那里面埋葬的会是什么人 此时他感到身体疲惫不堪 决定先回家吃点东西歇一歇 晚上再过来接着吧 回到家以后 拿出半瓶白酒 慢慢地喝了起来 一来呢 是暖暖身子 二来 壮壮胆子 他是边喝酒边琢磨着 如果那是个古代墓穴 那里面就可能有值钱的东西 即便是古代普通的民间墓葬 也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如果是民间墓穴的话 干脆就把母亲的遗体葬在那里面吧 他吃了些东西以后 决定连夜打开那个石板 看看那下面究竟是啥 他点燃油灯拎在手里 临走时又来到了放有母亲遗体的屋里 看了一眼 见到母亲的遗体躺在地板的床面上 在昏暗的灯光下 看上去像是在睡觉 看过以后 吴太若不顾浑身的疲劳 静止地来到了村外边的山丘旁 他把油灯放在地上 顺着石板的边挖了起来 这费了个数个小时 石板终于被他给打开了 仔细一看 原来这是一个石棺 而且里面空空的 吴太若对这个石棺感到奇怪 为什么是空的呢 他小心地跳了进去 仔细观察棺材内部 确实什么都没有 他好纳闷啊 是谁在地下埋了这么一个空石棺呢 他想不出头绪 已经累得是精疲力尽的吴太若 干脆啊 就坐在石棺里面歇息起来 他歇了一会儿 忽然听到 有人好像在喊 儿啊 回来吧 他听出来了 这分明就是他母亲的声音 吴太若想 可能是老母亲的灵魂等急了 所以才换他 得赶紧回去 想到此处 他急忙起身 爬出石棺来到地面上 拎着油灯 照着这个坑内的石棺 然后又深思片刻 最终 他下定决心 就把母亲的遗体 安放在这里面 也算是自己 尽了最大孝心了 他拎着油灯 朝回走去 准备把母亲的遗体 给运过来 他刚走了没几步 这灯内的火苗 忽然间就跳动起来 他以为是风刮的 急忙用身体护住 但是不管用 油灯扑的一下子就灭了 吴太若站在原地 并没有感到有风 他觉得好奇怪 这没有风 而且油是星天好的 怎么火苗会呼的一下子 就灭了呢 莫非是自己的行为 冒犯了那位亡灵 这样一想 他心中不免就有些发毛了 他想快步地离开此地 可是腿却变得沉重了很多 就在此时 他听到了身后 有异常的动静 他猛地一回头 猛然发现 从他挖出的那个空地下的棺里 冒出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人身影 只见到那个人影 慢慢地钻出地面 倒着朝他一步一步地跳过来 而且还发出了 深沉而怪异的声音 吓得吴太若手脚冰凉 倒退好几步 他暗自叫了一声 油鬼 然后扔掉油灯 转身猛地跑了起来 他一口气跑进自己的家中 进屋里赶紧把门给关上 他喘了一阵粗气以后 才觉得这腿好痛啊 低头一看 腿上有血 原来 由于他过于恐慌 跑得太快了 又在黑夜里 摔了好几跤 他都不记得 吴太若震静了一下 进到另外一间房屋 他跪在母亲的遗体旁边 流着泪说 娘啊 你儿子很穷 没有钱给您厚葬 但是为 为您找了一块很好的地处 那里有个空石棺 我准备 把您藏在那里面 可是 说到这里 他担心地回过头去看了一眼 然后声音颤抖地说 可是 那儿的鬼魂 好像不让我把您藏在那里 吴太若说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此时此刻是夜深人静 吴太若望着老母亲的遗体 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看着看着 忽然间 他发现老母亲的遗体 他嘴角 似乎动了一下 那个样子 有点像是要微笑 只是这样的笑容 非常的可怕 吴太若努力使自己定下心来 全神贯注地 看着母亲的遗体 就看到 老人面部的肌肉 也发生了变化 接着 连身上的盖湿布 也在移动 明显地朝下塌去 再一看那老太太的那张脸 这哪里是笑啊 原来是肌肤在迅速溃烂 转眼间就剩下一具骷髅了 吴太若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他惊呆了 简直不敢相信 这眼前的一切 片刻以后 他愕然地起身 向后退着 一步两步 直到身体撞到一个东西 不 那不是东西 因为他觉得很软 而且有弹性 他慢慢地转过身去 一看 我的个天哪 他撞到的 竟然是那个石棺里面冒出来的 劈头散发的女鬼 此时 吴太若正面看到 这女鬼的相貌 并不是那种十分邪恶的 但他还是吓得不轻 他张着嘴巴 就是发不出声音了 女鬼先说话了 你不该撬开我的棺材 迫使我离开里 吴太若嘴角颤抖着 终于发出了低弱的声音 你 你的棺材 你从哪里来的呀 我从棺材里面来呀 女鬼说着 吴太若听得是迷迷糊糊的 他说 那棺材是时空的 我都下去看过了 啥都没有啊 女鬼冷笑一声说道 我在棺材里面待了几千年了 肉体已经化作阴际 聚集在石棺内 你当然看了当 你知道吗 你在跳进棺材的同时 也就是跳进我的体内了 打扰了我的安宁不说 你的全身都沾满了我的阴气 这种阴气 别说是活人了 就是死人 也会被其融化 吴太若听到这里 阿里声尖叫着 这么说 我要死了 必须要死啊 你早就死 根本就回不到家里 之所以你能活着回到家 是因为我在帮你 我以生前的人间阳德来保护你 使你不至于被我的阴气 即刻毁灭 吴太若听了以后盲问 可是 我母亲的尸体 怎么这么快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是你把阴气 带到你的母亲遗体上了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可怕现象 此时 吴太若似稍微震惊了一见 他问道 你 你真的是从那石棺里面出来的 女鬼说 你以为你看不到的就是没有吗 你明明意识到那是空的古木弯 却想站为己有 不管处于什么目的 都不可以这么做 即便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也不要做不该做的事 否则 就会沾上阴气 邪气 其实结果 就像你刚才看到的一样 不信你看 你的肉身 要开始腐化了 吴太若吓得跪在地上 祈求道 老天哪 我只是一念之差 这 请女鬼饶恕我吧 女鬼说 我一直在帮你啊 不然你早就死了 现在我的能量已耗尽 我也救不了你 女鬼说完就消失了 吴太若感到茫然的时候 忽然觉得浑身不太对劲了 她抬起手来 一摸自己的脸 顿时 手上的肉和脸上的肉 全部都掉了 她闭上眼睛绝望的大喊一声 救命哪 紧接着 她猛然一睁眼 这时候啊 她才知道 原来自己因为过于疲惫 躺在那个石棺里面 睡着了 并且做了一个噩梦 吴太若揉揉眼睛 见到身边还有那盏油灯 微弱的火苗 还在不断地跳动着 她站起身来 想起刚才梦里的情景 心中好不是滋味 她来到地面上 感觉有股夜风吹来 使她清醒了许多 经过反复地考虑以后 她觉得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都不妥当 最后啊 她放弃了把母亲的遗体 埋在此处的想法 急忙地把石棺给盖上 然后又连夜添毫土 把那里恢复了原状 此时天已经大亮了 第二天 她把昨夜做的怪梦 对村子里的一位长者 讲了一遍 那人对她说 梦是在人清醒的时候 想不到也看不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有做梦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记住她 长者劝她另选一处墓地 但是吴太若最终 还是没有这样做 而是把母亲的遗体 送去火葬的 据说呀 她再也不敢随便挖坑了 还是有必死的 我想说 我还没有使用 因为我可以在棺子里的 小路下 并不是我